根据世界银行调查报告指出 全球废水里面大概有20% 是来自于衣物的染色跟加工流程 而每生产一件纯棉的T恤 就会消耗掉2700公升的水资源 除此之外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也估计 全球每年流入海洋的塑胶纤维 超过50万立方公吨 也就相当于500亿只的宝特瓶 成为海洋垃圾最大的来源之一 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消费 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污染 巨大的社会成本 不仅严重影响了我们健康 我们的安全 而且也让海洋的环境岌岌可危 因此我很高兴 现在有一个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理念的 二石山平台 不只让二手衣物有更加方便 更加环保的处理管道 而且为有心为生活做起的这些朋友 提供了兼顾环保和时尚 这样子一个新的选择 那这也让我们能够贡献我们的力量 进入一个永续带来的 更好的一个愿景当中 所以我想要祝福二石山一切顺利 也欢迎各位朋友一起加入我们永续共好的行列